有沒有單子的嗎? 一個人應該有三張單子 一個是回想單 一個是空白的提問單 一個是訊息 沒有的可以再過來這邊 你欠什麼?回想單 我們開始 空白單應該有回想單 回想單 空白單沒有咧 我們這一組就是有關家具會移送會到家 那如果說有些沒有單張回想單 或者是提問單的話 因為有些座位上有 那請就丁姊妹自行去拿取 那我們的流程的順序呢 會先有見證 我們會分家具會跟送會到家的見證 共五位姊妹來見證 那之後呢就會有提問研討 好 那最後呢就是請大家這個 最後就收回想單啊等等 好 那我們 其實手上都有提問單 如果在過程中 特別針對見證的時候 你有一些更細的問題想要提出來研討 或詢問的話 那請丁姊妹就是隨時可以填寫 那我們在這個 見證完之後的研討時間呢 就可以一同來研討 那我們希望這個研討呢 不只是我們這些做見證的 或是服事的丁姊妹 我希望在各位所 你有這方面的 其實你們有這方面的蒙恩 我們就大家一起擺出來 讓這個身體的資源豐富呢 就一同的全享 阿們 好 那我們一開始就請這個 有關家具會 家打開做這個兒童聚會 的見證 就是請這個麗君姊妹 女藝姊妹 還有這個 喬劉春姊妹 好 這個三位姊妹 來先為我們做見證 阿妹 那請麗君姊妹 阿妹 雖然說剛剛其實大會見證已有 不過因為時間有限 沒辦法交通的太詳細 所以我們分組見證的時候 會比較詳細一點 阿妹 我們會有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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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證的話是一個人是四分鐘 我們三分鐘的時候 會有一個提醒 四分鐘他會再一個三個長一 所以說 一個健證就是四分鐘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我們家的 是嗎 是 家具會的部分 家具會 然後再來就是 想說隔壁鄰居啦 或是親朋好友啦 然後 能夠 能夠來家裡 一起 加聚會 然後 走在路上 也會 瞄一下 這是哪家的小孩 他們家住哪裡 離我們家近嗎 問問他們的家長 有 有 有 禮拜二 我們家是禮拜二開牌的 禮拜二看 有沒有時間 帶小朋友來 或是說 我去幫忙帶也可以 安不安心 來我們家 那我們家是做什麼的 我們家就是 開兒童牌 來唱詩歌 來分享聖經 小朋友的 就是這樣 那目前 我是還沒邀請到其他的 福音朋友 或是 有家庭願意來的 我會積極的努力 相信主耶穌 他會給我 這個工作做 讓我能夠更有 更 對這個兒童牌 能夠付出更多 更喜樂的 更喜樂的 分享給大家 感謝主 我們另外一個 我先講 好了 另外一個還沒來 感謝主 我是四四會所 陳同女一姊妹 那我覺得在 我們那個兒童牌裡面 主要是 我是跟宇山姊妹一同配搭 那我們是 借著同心合意 禱告 然後讓主有路 那神告訴我們 他做工的法則 就是我們要先發動 我們祷告 他就會做工 假設我們不祷告 不做工 事實上主也是不會做工的 因此 馬太福音十八章 告訴我們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反正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會捆綁 那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 在天上也釋放 然後我又告訴你們 如果你們在中間 有兩三個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麼 我在天上的父也必成全 無論你們在哪裡 有兩三個鳳凡族主的名聚會 我就在你們中間 那其實我們剛開兒童牌的時候 是一個福音朋友也沒有 大部分都是弟兄姊妹的孩子 那心中就是還滿憂心的 所以我就在配搭跟姊妹交通說 假設我們都沒有一個福音朋友 在我們中間的話 那我們不是這個兒童牌 就有點虧欠主這樣 我就無言以對 然後因此我就跟我的配搭 每一週大概禮拜四 有三十分鐘的禱告 那我們在這裡 就交通十分鐘禱告二十分鐘 那主就把一個一個家都 加在我們這裡 有些是轉接過來的 有些是同學的家長 然後來的時候呢 我們也就很簡單的 就是有唱詩歌啦 兒童故事啦 然後跟那個好吃的點心 那這個就是兒童牌的基本原則 那其實我們比較能夠注意的 就是會後這個小的會議 就是能夠有家居會的陪同 那我們家居會的陪同主要是 在於他們每一個孩子的那個媽媽 有一些的症狀 不是有一些的情形 然後我主要就是陪有一個福音朋友的媽媽 然後這個媽媽她就是因為婚姻當中 她有第三者 然後所以她就很焦慮跟憂慮 然後她一個人是從中部帶孩子上來過 就是先分居的生活 那我覺得在那個陪伴的過程當中 就是因為我們也不是婚姻之喪失啊 那時候能給她的呢 她在那個極度憂慮跟憂傷的情形裡面 我們就陪同她祷告跟放下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環境當中呢 給她任何的教導其實是不太有用的 然後給她真正的是從神來的力量和安慰 那我覺得有一些支持跟安慰的時候呢 她在福音聚會裡面她就受盡得救了 那心情上也是從這個黑暗的這個光景裡面 轉向陽光正面的力量 然後另外一個家長呢 她她是在我們一個小區的那個福音聚會裡面的接觸到的 那主要是因為她的先生非常的忙碌 然後她一個人帶孩子 然後這個孩子就是非常過就是比較好動 也不能說過動比較好動 然後讓她覺得就是一個人顧孩子 也蠻沒有一些的幫忙跟支持 那因此我們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面我們覺得孩子可以去悠遊班上課 讓她穩定她孩子的那個心情 然後一面媽媽可以合適的去上班 那我們主要是教導媽媽就是給一些 譬如說我們有帶過孩子給一些支持跟鼓勵 然後還有陪同她祷告 然後我覺得主要就是會後的陪讀餵 增加福音朋友跟服侍的配搭 那我覺得兒童福音工作呢 除了做兒童也要做孩子 就是媽媽這部分的餵養 我覺得在一般的福音聚會裡面很難餵養 就是大國犯很難餵養 我們需要一個一個家這樣來餵養 像我們最近有時期每一個月都愛咽一個家 然後讓他們能夠突入他們的心聲 也能夠把這個主的福音更多做到他們的裡面 verso眼睏 向下埋劷獎 謝謝 Garmy 我們主党員 民主党員 交通一下我们的亲儿牌 我是四十四会所许林玉娟姊妹 那我们因为领受了负担 所以我们去年十月 我们亲儿牌就开牌 那我们的现况是 圣徒家有三个家 那福音朋友有四个家 两个家现在是固定的 那一个家是不稳定 有一个家是新加路 那我分享这一段时间 关于我们的送会到家 还有成全父母与孩子建立 家中聚会的实行跟蒙恩 我们送会到家方面 有一句话是说 没有不来聚会的 只有没有送会的 不管是福音朋友 或者是没有来聚会的 圣徒的孩子 都是我们可以送会到家的对象 那我先教送送会到家 我们第一个对象是福音朋友 那因为我们的儿童牌要开牌 可是其实当时我们是没有儿童的 因为我的孩子都已经很大了 那我们就去找儿童 阿们 那福音朋友这边 就是我跟我弟兄就去我们的邻居家 然后那应该去邻居家 福音朋友送会到家 我们就鼓励他参加亲儿牌 那现在这个孩子 他也稳定在我们的亲儿牌中 也参加我们亲儿牌的外出相调 那福音朋友与我们更熟了 也会邀请我们去家里用餐 那这个福音朋友家就成为我们 我们的福音对象 那我们怎么做呢 因为他是福音朋友嘛 那我们因为是邻居 他们就知道说 我们家都是基督徒 那我们有时候在路上会遇到小孩啊 就会问他说 你喜不喜欢听故事啊 那小孩通常都会说喜欢 那我们就会跟他说 叔叔跟阿姨都很喜欢讲故事 小朋友给小朋友听哦 你想不想听 小孩就会说想 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 那我们去讲故事给你听好不好 那爸爸妈妈又很忙啊 爸爸妈妈就会就说好啊 那后来我们就真的去了 这个小孩家讲故事给他听 那听了两次以后呢 我们就他们也有时候 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就觉得说我们这样花时间 那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还有亲儿牌耶 固定在每一个礼拜五哦 就把时间跟他讲 然后也告诉他说 我们亲儿牌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我们就鼓励父母 能够带孩子来参加 所以这个小孩 现在就稳固在我们的亲儿牌中 那父母也是持续的 一直都跟我们有接触 那亲儿牌的负担是什么呢 我们就会跟他说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培养孩子 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品格 阿们我们也鼓励他们在学校 能够做一个好学生 接受良好的教育 我们也关心他们的教育 那除此以外呢 我们会教导他 关于神的事跟圣经 就是我们的说法是 我们会带孩子唱诗歌 祷告还有认识这一位神 阿们 那再来送会到家 不仅是福音朋友 还有圣徒家的小孩 我们也是可以送会到家的 那我们送会到家 就是有一次 就是我们情形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大儿子是青少年 他是特教生 那小儿子是小班 那因着他们都不来 没有办法来聚会 所以我们就送会到家 到这一个家 因为时间快到我就简短说 那后来因为送会到家 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小幼儿园的 就进入了我们的青儿牌里面 然后他们这个家 本来因着孩子的关系 不敢带来聚会 后来也恢复了 我们的小孩的生活 然后也会来主日 就是因着我们把 那个送会到家 到家里的关系 阿们 时间到了 没关系 那第二个那分享 就是关于成全父母 在家中陪孩子的家聚会 阿们 因为我们的负担来自于说 其实父母是儿女 最好的陪伴者 阿们 父母需要被成全 如何陪伴孩子 有属灵的生活 阿们 那我就分享两个见证 在我们青儿牌里面 有一个对象是福音朋友 那我们感觉 他有一点的渴慕 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 跟他约玩道 那我们有两位服侍者 每一同的配搭 约那个8点 那个礼拜四8点50到9点10分 时间不长 那我们一开始 只有陪妈妈祷告 然后用我们儿童牌的 一处经节而已 就陪他祷告 那后来呢 我们希望还 妈妈也能够用这个经节 教孩子怎么样 祷告跟祷读 后发现妈妈 好像有一点点的困难 那我们就再加入 也陪孩子玩道 那陪完妈妈 我们就陪小孩 在电话中 那因着我们周间 有这样的接触 而且孩子感觉很喜欢 所以他就会跟我们 敞开他们的家庭生活 还有他的学校生活 我们就跟父母 有更多的话题 那因着这样子的陪伴 那个妈妈也开始知道说 怎么样陪在家里 陪孩子祷告 那陪的过程里面 小孩子就会有一个机会 就跟妈妈敞开说 妈妈我告诉你 其实我很怕鬼 然后我很怕什么什么 然后妈妈就得到了一个机会 把孩子带到主面前 陪他祷告 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 因为我们觉得 父母需要成为我们的佩搭 那父母需要我们帮助他 知道怎么样来陪孩子 那再来一个就是 我们区里有一个 妈妈她也来我们 就是蒙恩一年多 她带孩子来参加主日聚会 那亲儿牌 她是没有办法来的 因为太远了 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看见 所以我们就希望 我们就传输家中牧养的负担 然后也给她 这样子的观念 然后就有一个机会 就为母亲准备了福音记 儿童诗歌本 那因为有了这样子的 她需要知道 她需要有东西 知道怎么陪伴 后来妈妈就跟我们分享 小孩子在生活里面 她会喜欢听诗歌 然后还会把诗歌本拿出来看 然后就是在家里享受主 然后她就有一次 就跟我们分享说 有一次小孩她犯错了 妈妈要她在那里罚跪反省 结果以前这个孩子 都是自己跪在那边哭啊 结果她就跪着跪着 后来就发现这个孩子 怎么在唱起诗歌来了 后来妈妈就去问她说 你在唱什么 她就说我在唱诗歌 妈妈就问她说 你是在哪里学到的 然后就说主日聚会教的 后来呢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啊 她们就是 妈妈就是陪孩子 一同到主面前 彼此认罪祷告 感谢主 我们不仅是 就是 那个得着儿童 我们也希望能够 能够得着一个一个的家 每一个家都能够 有他们的家中聚会 这样孩子才能够 更能够坚固的 被稳固在主的面前 Amen Amen 感谢主 造勤造会生我是 哀家哀户过瓶 Amen 刚刚姊妹说 没有 不聚会的 而是 我们没有送会到家 感谢主 今天我来分享的 这个是 家聚会 送会到家的蒙恩 我是43会所 刘詹淑门姊妹 那去年开始 弟兄们 就有 在家聚会的这方面 成全我们 送会到家 我们是 也有这样的心 然后可牧 也这样的来实行 那去年呢 在十月的时候 我送会到家的 这位姊妹 就跟我说 因为她工作的转换 邀请我们 到他们家儿童派 那她家有 有两个小孩 一个是五岁 一个两岁多 那我家的是 小五 小二 跟三岁 那 因着她这样的邀约 我们就去到了他们家 那我还有一位佩搭 她得救年日不长 但是她很愿意 积极的摆上她自己这一份 而且她也很有 这样不是圣徒的心 那她为着这个家也 很有负担 她觉得说 真的是要有好的 一个家庭的一个照顾 好叫这个儿女 也受到好的榜样的影响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 一个配搭 因着这样的开始 我们就 就从十月到现在 我们大概是两个礼拜一次 那总共已经实行大概十多次 那 每次我们到这个家中 其实她先生虽然还没有新竹得救 但是她都 愿意先把家里环境打扫好 那我们去的时候 她就在阳台 看她的网路游戏 那我们是邀请她进来一起陪伴 但是她说 我都陪她晚而已 所以我们也是继续为这个家 还在祷告中 那我们去到这个家 我们就是先跟孩子寒暄问候 跟他们聊一聊 然后也讲故事 那因为年龄层比较小 所以我们就是用简单的绘本 然后配合一些诗歌 跟简单的经节 那因为我的孩子在前一周 有参加这个儿童牌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儿童诗歌带进来 那他们就很熟悉 然后所以在这个剧集当中 就会很多的回应这样 当然我们也会预备一点小礼物 鼓励他们 那有一次呢 就是他们进到他们家 他们在看卡通影片 那我们就也跟着陪着他们看 那他们看的是那个蜜蜂 那我们看完之后呢 我们就刚好也寻求就是预备那个 当我是个小小婴孩里面有讲到蜜蜂王我 所以就以这个主题 为我们当天的儿童牌的内容 带他们唱那个蜜蜂的歌 然后也是讲到这个儿童的故事 所以其实整个剧集下来 也不会说很呆板 反而就是很丰富 照着那个零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真的也是顺应的孩子们的需要 然后把一些品格的东西也带进来这样子 所以呢 感谢主 在这样20分钟左右 我们跟孩子们这样的聚集 然后末后的10分钟 我们就跟这个妈妈一起追求牧养材料 那在读完之后 我们都会有彼此的问候 就是问候他最近的状况 需要带导的点 那就彼此带导 所以感谢主 接着送回到家 孩子们就有了同伴 那也就是我的孩子 就操练从小进公用 另外接着跟姊妹同读信息 彼此带导 经历身体的扶持 和神的带领 那他先生也感受到弟兄姊妹的爱 那最近观察 姊妹她也有心愿 就是带着孩子来主日聚会 甚至也参加了今天的狙集 那她有转换工作 所以她也很有心的 要在她的职场中找到同伴可以去追求主 甚至每天希望有成心同伴 她都会通过我帮她做一个连结 那也在身体中这样的配搭 让这个家受到扶持跟托住 因着要实行家具会 我和孩子们需要操练抓紧时间 一改平常我们家中松散的生活 下班下课就赶紧把功课 还有就是该做的事做完 就用餐啊什么等等 这样的家具会 使我们的生活蒙的拯救 Amen 也更多有享受 求主继续加力给我们 让我们坚定持续的按时分量 一同有份于神家中的丰富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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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個性非常的急躁 沒有耐心 事情如果一開始沒有做好 過程就常常選擇放棄 因為他覺得事情亂了之後 也不能做好 還不如不做 就因為他這樣 常常讓自己放棄很多機會 老實的印象也不好 孩子的個性就變成一個 惡性的循環 那段時間 我非常的苦惱 工作和身體健康 跟孩子的情緒 以及家庭的照顧 真的是蠟燭多頭燒 差點患上憂鬱症 非常感謝姊妹的服侍 使我家又恢復了穩定的兒童牌生活 孩子們也因此滿了主的光照 孩子們非常期待 每週一次的兒童牌時間 功課也都會早早準備好 按時操練 個性也日漸穩定 多了忍耐 學會了尊師重道 愛虎立妹 也懂了分享 與很多同學都成了好朋友 學校的課業都靠著耐心與沉穩 始終維持在前五名甚至第一名 非常感謝主耶穌的保守 一切榮耀歸神 我們要一直堅定的過照會生活 走主的道路 孩子的長長就不會偏掉 不管經歷多少事情的磨練波折 但是我們一定會有美滿的結局 基督得勝 傳道書七章八節 事情的終局 事情的終局 事情的起頭 淋漓忍耐 聖火淋漓高傲 阿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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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正名主 我們剛剛聽到弟兄 這些姐妹們這樣子的家居會 實在是很蒙恩 感謝主 我也相信 剛剛弟兄姐妹們手上的提問單 應該也是寫了很多的問題 你們可以交到前面來 我們先以提問單來回應 提問單回應完之後 弟兄姊妹還有一些問題 還可以再舉手來做回應 那弟兄姊妹可以先把提問單交出來 那首先就是講一下這個家居會 剛剛信息也有講到 人人都有家居會 那其實我們在這裡研討的內容 當然就是剛剛姊妹們見證 其實要從我們的家先開始 也就是說家長跟孩子 先有家中的聚會 那剛剛那個見證也有提到說 那如果他沒有來的 我們可以送會 那其實就是家跟家有這個家聚會 揮著那個孩子講故事 那也陪家長 那另外呢就是 聖徒跟聖徒彼此間呢 也可以建立家聚會的一個牧羊 還有跟福音朋友 剛剛特別是兒童很多的家長 其實都是福音的對象 那我們的也可以用這個跟 這個福音朋友做家聚會 然後使這個熟門的慢慢可以成為長存的過子 有沒有 所以這個人人都有家聚會 其實他的意思是這樣 那不知道聖徒彼此外有沒有 針對剛剛有些的問題想要提出來問跟研討 可以隨時交出來嗎 可以交出小白單 或者你們可以舉手發問題都可以 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的話就我們問囉 我想請問一下同學姊妹 你們還沒有實行家聚會的請舉手 他們 他是舉高一點 二四六八十 十二四十六八二十 二四二六三十幾位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們沒有實行家聚會 但是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你們知道嗎 也可以舉手發問 為什麼你們沒有實行家聚會的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是不曉得該如何開始實行 因為我在社區裡頭的確有接觸到一個單親的家 姊姊是小六 然後弟弟是小三 那在兩三年前的時候 我曾經在社區的樓下公共遊戲的時候 有跟他們講過故事 那後來因為他們有特殊的研究 離開爸爸的地方 那現在他們就回來了 他們對我是覺得長胎也是友善 但是因為姊姊六年級第三年級 我覺得他們好像 落差 有一點落差 所以就不曉得該如何的把會送到他們家 那尤其是晚上他的父親不在 因為要工作 那家裡就剩下阿公阿嬤 所以 有心但是 我不曉得如何死 阿妹請坐謝謝 那個 有沒有 弟兄姊妹有沒有可以 來幫助這位姊妹的問題呢 尤其是剛剛有在做監審的姊妹們 公益公益 我們的 之間的經歷 在這實行上的經歷 我在這邊回答一下 姊妹這個問題呢 其實你是有對象的 但是不曉得要怎麼樣去實行 首先呢 我是認為我們需要有先有禱告 為這一個家裡來禱告 然後再來呢 我們需要有交通 跟你的核心的弟兄姊妹 或是配搭的弟兄姊妹有交通 然後我們 禱告交通 我們就要有配搭 那配搭說我們 我們該如何去實行呢 那我們是不是 我們可以找小朋友 那個兒童 雖然落差 其實六歲跟三歲 其實 六年級 不好意思 六年級跟 六三年級 其實讀的訊息是可以一樣的 訊息不會超過太多 那我們不用講訊息 我們只要講個小故事就好 或者是唱唱詩歌 這樣就好 大概15分鐘 最好不要超過30分鐘 這樣子 一個家居問的原則上 那我們可以有配搭之外呢 我們呢 可以跟 你說他的家長是阿嬤嗎 還是阿嬤 阿公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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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跟阿公阿嬤說 我想講故事給你的孫子聽 先問他願不願意這樣子 但是只有花短短的十幾分鐘的時間這樣子 那我們就進去就簡單的講個故事給他聽 講完之後呢 或是唱個詩歌給他聽 然後就人性的故事到阿公阿嬤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 我們不要為了只做家居會 而家居會 我們呢 平常也要打電話給阿公阿嬤 或是去找他們去關心的人性的部分 把人調到生活裡面 阿嬤 阿嬤 如果這時間久的時候 我相信阿公阿嬤也會加進來 這個家居會的部分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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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 主要的負擔是要賠那個青少年 因為青少年就 剛好我們去帶他得救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負擔是 去賠那個青少年 那後來我們在賠青少年的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他們家那個小班的 在家裡都一直亂一直亂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這樣怎麼賠阿 然後後來我們就交通給區裡的弟兄姊妹 然後去弟兄姊妹就 就由姊妹拿起負擔 所以我就陪青少年 然後姊妹就去陪那個兒童 後來區裡的聖族就更有負擔 就再有一組去陪家長 所以家長的部分 他們就陪他們讀陳青聖言 因為他們不敢把孩子帶來聚會 因為一個是特殊生 其實那個小的也是 那所以就是 已經停止聚會了 那就是 就變成我們分了三組 陪青少年的 陪兒童的 跟陪家長 可是其實我們是 一邊做一邊學 其實我們在過程裡面 做了一段時間 我們又有調整 做了一段時間 我們又有調整 所以我就覺得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是一邊看他們 看狀況 然後一邊調整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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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那我剛剛有收到兩張提問單 都有問到說什麼是送會到家 是指兒童牌一個一個去送到他們家嗎 還是什麼 那其實剛剛我們的大會的信息裡面就有講到說 這個送會到家在第二大點 第二終點 他是說這是神命令之路的負擔所在 如果我們不能把聚會做到家裡去的話 那主的會負這是一大的失敗 那顯示利用剛剛也有補充說 其實沒有久不聚會的 只有久不送會的 也就是說什麼是送會到家呢 其實以我們在當地會所的實習是說 先針對主日 再針對小牌 優先順序 如果說他主日沒來 那其實我們這一週呢 就要找機會 可能幫主日聚會的 所享受的點 藉著送家訓給他的時候 跟他有些分享 那也問他說有沒有需要祷告的 如果可以碰到命的話 對我們是以主日跟小牌 沒有來參加的聖徒為優先順序 結果說他這一週沒有來過聖徒生活 那我們就把這個會送到他家裡去 那當然這個需要列名單 所以我們現在主日晚上呢 最慢到禮拜一的中午前 就請各會所 各牌的那個點名的姊妹們 要把這一週主日的狀況先報出來 然後呢 弟兄們就會 週一晚上負責必用的交通的時候 就會把這個 統計數據呢 看到 那發給各會所負責的弟兄 那再落實到各區負責上面 他們就知道說已過主日 可能哪些弟兄姊妹沒有來參加主日聚會 那週日祷告聚會的時候呢 就跟虛牌的聖徒交通說 我們有這幾位沒來 那可不可以有人有負擔去送會給他 那當然今天的主題是講到兒童 其實兒童的做法其實也差不多 也就是說最重要還是針對 以區牌的架構來看 如果這個兒童牌他沒來的話 那我們這個核心配搭的家或聖徒就要交通說 我們有沒有人有辦法去送會給他 比方說剛剛姊妹見真說 他就把兒童牌的故事帶去那個兒童的家 跟他分享 等於是講故事再給他聽 那當然他時間就不用花太多的時間 那再來呢如果說沒有這個人可以去 那真的就需要有生機的指派 名單出來之後我們就要 我們這邊就要編組成軍 然後有生機的指派說 那你可不可以送會給他 也許當面沒有辦法碰到 那你可以用電話的方式 那甚至電話也沒辦法 好有他的LINE 傳這一週兒童牌的內容給他看 那最好是能夠跟他講到話 因為有講話 來見面三分期 有聽到聲音之後 總是會有一些的 比較有人性的這一面 那當然呢 在這個區裡面實行上 還有就是說 每週我們跟佩達就要研討一下 你過這次沒來 那送會的情況如何 如果說還是沒有辦法 那怎麼樣可以突破 為這個禱告 或是為這個尋求研討 那當然我們目標是希望 人人都有過招會生活 沒有一個是沒有聚會的 當然那個原則還是從 令名單出來之後 看哪些聖土的狀況 你可以從這個中心到圓州的方式 或者他的情形 可能他沒有辦法每週一次 那我們兩週一次 剛剛姊妹有見證書 他是兩週一次送這個會到 這個孩子跟他的家長那 或者是一個月一次 總是讓這個想盡辦法 用先相調的也可以 或者說想故事這種方式都OK 就是說希望他這個月能夠碰到 跟他聯絡到一次 那才有辦法把這個會送到他的家中去 對嗎 那我們先 就是說這個還有其他的問題 是不是有相關嗎 跟送會到家有相關嗎 沒有 那我們先請那個姊妹回覆一下 這裡有三個問題 第一題是說 所謂送會到家 是指把兒童牌送到一個一個的家嗎 那這個送會到家 如果是家居會送會到家 我們是二對一 或者是二對二 或者是二對一 那如果超過了三或四 這個就變成是一個牌 所以這個兒童牌 如果是送到一個一個家 就是等於說有三個家以上 那如果是三個家以內的 就算是一個家居會 阿妹 那所以我們就是送出去 阿妹 就是不是人家來 是我們送出去 阿妹 第二個街上 如果家長或外方人拒絕時 該如何繼續 那或許如果等一下也有弟兄姊妹 有更好的回答 也可以交通 阿妹 我是感覺就是說 如果是外方人 我們要跟他們接觸的話 我確定感覺是要先跟他們說人話 阿妹 他們聽得懂人話 雖然他們對神的話 還沒有那麼大的啟示跟悟性 阿妹 那我們就學著跟他問候 人性的故喜 阿妹 如果有人性的故喜之後 在有一些時候 可以適時的把神性的餵養給他 阿妹 如果是他還沒有敞開到那個程度 我們就看他的情形 然後適度的 適度的來調整 阿妹 如果他這一次沒有那麼敞開 我們就回去繼續祷告 阿妹 那如果是可以 我們稍微跟他餵養一點 阿妹 該怎麼再吸引他們來 阿妹 那我自己小孩的經驗 因為他小五 剛開始他是在一個兒童排裡面有同伴 所以他聚得很快樂 每次都很可不去 阿妹 那後來我們換了另外一個牌的時候 阿妹 他好像剛開始就好像沒有那麼大的意願 因為好像同伴不在 然後這時候我覺得我們的牌的帶領的姊妹很有智慧 阿妹 因為他就邀他一起講故事 阿妹 配搭講故事 阿妹 就是由他講 然後那個姊妹會補充 阿妹 所以等於是讓他進功用 阿妹 那不只是他 還有一個那個姊妹的兒子 就讓他私情 阿妹 等於說就讓這些兒童高年級的 他們可以在那裡進他們的功用 阿妹 其他的 小的就會看見榜樣 阿妹 所以我們其實在兒童排裡面會 不知不覺的就 唱完詩歌了 阿妹 不知不覺就正在講故事 大家都非常專注 阿妹 在那裡享受這個故事 阿妹 也有問有答 阿妹 甚至就是讓這些發問問題 然後讓小孩子可以回答 然後甚至出來做表演 比如說 欸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阿妹 你希望 別人怎麼安慰你 阿妹 你要怎麼安慰別人 就是有一點這樣的示範 阿妹 阿妹 阿妹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剛剛那個姊妹 這邊 就是我的問題就是 中高年級的小朋友 國小中高年級的小朋友 所以我們在兒童排的時候 會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一開始 詩歌的部分 對他們來講 我們會有一些帶動唱 然後對他們來講 就會比較沒有那麼吸引力 所以就會導致在唱詩歌的部分 其實他們比較無精打采 然後聽度是倒是還滿OK的 所以 因為就變成說 可能弟兄姊妹的小孩 就已經也無精打采了 所以如果外方 婚姻朋友的小孩來 當然也會連受的被影響 所以對於中高年級這部分 我們是比較 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反而那種小一 小一幼稚園大班的 對於那個兒童排的唱跳 是非常熱衷的 然後我發現二年級以上 就開始熱衷了 對 謝謝 對 姊妹講的是 姊妹講的是 兒女癌的部分 對對對 那 我們還是要回到 最主題下去的部分 阿妹 那大兒童的話 我是建議他們進入這個 不是 可以像姊妹說 可以講一些小故事 阿妹 嗯 那我們等一下再示範 姊妹講的是 姊妹講的是 姊妹還有什麼要交通嗎 你們在實行這個 姊妹上 遇到些什麼難數 無法實行的 阿妹 除了剛剛姊妹有 交通說 年紀的部分 阿 那 我們不信 要怎麼進去 還是 阿弟兄姊妹還有什麼 部分 有沒有 不知道 找不到 找不到 家具會的對象有沒有 舉手 沒有對象 哇 都有對象 很好 非常好 阿妹 那還有 沒有配搭的舉手 有對象沒有配搭的舉手 有沒有 都有配搭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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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很棒啊 都有配搭 然後都有對象 但是 怎麼沒有實行呢 那原因何在 阿妹 這個 這個就很傷腦筋 阿妹 欸 弟兄姊妹來 說一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有配搭 然後有對象 那無法去實行的部分 是 材料的問題嗎 對方沒時間 蛤 對方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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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孩子 要去的時候 就要什麼 一直被拒絕 忙好客啦 然後組織又出場檢定 是 那沒有問題 你就跟 你就跟對方說 你哪個時間 有空告訴我 這樣子 你不要 你不要 給他 你的時間 你要 叫他 給你 他的時間 阿妹 我們家聚會阿 首先阿 我們人必須要死 死在這十字架 阿妹 要脫離我們的事情 所以說阿 對方 對方都說 早上十點 但是我早上十點 要去買菜 怎麼辦 我能跟你說 阿妹 我要去買菜 不然下次 他下次就不會再跟你約了 我們必須阿 為了這個家具位 為了煮 買菜我們可以 下次再買 阿妹 找個時間再買 我去跟你家具位 其實 一個家具位實行上 不會很長的時間 阿妹 不會超過半小時 大概15分鐘 20分鐘 那我們就 讓對方來壓時間 我們就配合時間 阿妹 但是有時候 我們真的時間 沒有辦法釋放 真的那個時候 我們在工作 所以需要什麼 需要配搭 阿妹 我們配搭很重要 阿妹 我們在實行家具會 不要個人去 一定要配搭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 都有一些環境所在 阿妹 法老的霸戰 所以不能去的時候 我們的配搭就會補上 阿妹 所以家具會的重要性呢 阿妹 要很長久 但是 而且啊 不能斷 阿妹 所以說需要配搭 所以說這配搭 要怎麼樣去 怎麼樣去尋找配搭 所以需要有禱告的交通 阿妹 所以說我們在排裡面 阿 建議都要有每一週 都有核心的交通 阿妹 交通什麼 交通我們這個排 這個禮拜的家具會的情形 阿妹 你要跟你的核心做交通 讓人有感覺 人一有感覺的話 負擔就出來了 阿妹 所以我們在核心的交通 的裡面 一定要談人 阿妹 你沒有談人 人沒有感覺 人沒有感覺就沒有負擔 沒有負擔 就不會實行神秘定之路 阿妹 這個是很連貫的問題 阿妹 所以我們需要有配搭 就要進入這個水流當中 阿妹 對 可能弟兄姊妹的觀念 還在說一個聚會 就是說兒童牌的聚會 那其實剛剛聽說那個配搭 是可以擴展到區的 也許它是一個某個區下面的一個牌 兒童牌 可是它的配搭 不只是在這個牌的家長或聖徒 可以擴展到區 所以這時候 在新中的時期就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說在這個牌裡 力量那不夠 那我們就跟區負責交通 我們有好幾個家需要家具會 好幾個家需要牧養 那我們沒有人力 那請去負責利翁來幫助我們 那如果說區的力量夠不上 那會所的力量 所以說它是可以往上去尋找這個身體的配搭 所以說當然我們一面還是要調啦 我們這裡面牌的成員是最好調的這個核心 那如果真的暫時沒有 那我們真的是可以去尋求區或會所 一同來配搭 那真的沒有人就是去負責利用講 所以我們要常跟負責利用交通 我們這個好多個新人要餵養 可是真的沒有人力 我們需要這個地方的幫助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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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在家裡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孩該如何實行家具會 這個是自己家的小女孩吧 對 那這個其實家具會 家具會的基本上是以家為單位 我們自己的家家具會從自己家開始做起 這個是源頭 所以說如何實行這家具會 通常我跟我兒子 我兒子比較大一點國一了 但是他大概兩年前我們就實行每天 是每天都實行家具會 我們讀的材料 就是兒童健康生物園怎麼爭准緊 請大戲阿 我們就讀那個一小篇 讀完了 然後我們就分享訊息 然後最近在學校怎麼樣好不好阿 要不要為你同學禱告阿 就是這樣子就結束了 然後有時候我們就要現在慢慢比較 年紀比較大了 他開始會為父母禱告 我為你 我父母已經為著小孩的功課阿 還有他同學阿 環境禱告 他相對的會為我們父母的工作阿 勞苦阿 照為生活禱告 所以說我們可以這樣子慢慢的學習 阿妹 下一個問題 這邊有一個詞條上面寫說 我是小學老師 在班級 因如何拿捏宋惠到家 如何開始 我不是老師 但是我們會所有一個姊妹 他是幼兒園的園長 然後 他就是也是 因為接觸的都是小朋友 所以他就拿起負擔 對他們有一些傳輸 那當然他要先跟家長表明 就是說他就是一個基督徒的身份 那所以我在想說 這位姊妹或者是這個弟兄 他說他是小學老師 在班級 要如何拿捏宋惠到家 那當然我們必須先表明我們的身份 那同時因為孩子都還是在父母的看管之下 所以必須父母知道你的身份 然後父母也認同 那如果父母願意的話 你當然就可以送回到家 那所以 我不曉得說 這邊寫的拿捏是說 要怎麼表明的意思是嗎 我覺得這個可能就 就需要像剛才弟兄說的 要禱告尋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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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知道現在學校就是 對於這個傳教好像是一個禁止的事情 對但是但是我覺得老師還是很多機會 可以跟家長聊到孩子個別的情形 然後甚至了解到這個家的狀況 因為孩子的情形很有可能就是父母親的狀況 影響到孩子的學習 那在這樣子的情形之下 我覺得就可以尋求機會 就是讓父母親知道說 我們有一個怎麼樣的聚集 你要不要帶孩子來看看 這裡有不一樣的同伴 然後有一些不一樣的成全跟教導 可以請他有空來看看 當然他如果信任你 你就可以就是帶著孩子來看 可是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度量 要把媽媽都是老師退休 我大概知道就是跟家長的這個互動 對孩子的那個責任 所以我覺得可以這樣先開始 然後再尋求區裡弟兄姊妹的配搭交通 當然我覺得要擺在身體裡禱告 好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結束了很快 那請就準備把手上的那個回想卡 做個填寫 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填這個內容 那如果沒有比的話這邊有 好不好 有沒有人需要比 天好之後再回收過來就好 那天寫完 天寫完可以拿到前面來 把他寫完 剛加到前面的時候 我們希望是分會所改造 沒有單子的請舉手 都有齁 沒有單子啊 來來來來給一下 有單子多出來過來 有沒有單子請舉手 有沒有單子多的 印很多 好寫完就可以交回來 謝謝 謝謝謝謝 寫完就可以交回來了 謝謝 謝謝 好謝謝你 謝謝 這個都是 待會去在這裡 對 待會去在這裡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